跑步運動除了能強身健體 還有什麼功效呢 最近在台北 深是歡迎的MRC課程 其中一項就是 用跑步探索整個城市 對 所以平常熟悉的街道 也能跑出新的風貌 一起來看看這樣的另類跑步樂趣 百位跑者齊聚西門町 即使是週末一大早 馬上就被教練和配素員的 熱情所感染 大部分人互不相識 但因為跑步結合在一起 從牆壁滿是塗鴉的小巷弄 到寬敞的合併公園 用雙腳探索台北 這正是MRC課程其中一項體驗 不用跑得快 沒有距離壓力 只要抱持輕鬆愉悅的心情 一大群人一路跑到 擁有百年歷史的迪化街 和居民們打聲招呼 喝上一口清涼降火的青草茶 一步步感受到的是 濃厚的城市文化氛圍 可以跟大家一起跑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而且我們可以跑到 迪化街或是大稻城 還有在西門紅樓 就著名的景點都可以 就是用跑步去認識這個城市 一般跑馬路會比較小心 因為車整獨 然後今天跑的話 就有很多專業的Pacer 就有時候會訓練的 然後就當你快要放棄的時候 他們會就是鼓勵你 然後跟你說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然後也會幫你擋車 特地去攀查後就覺得 這可能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特色 那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沿著路線把它規劃成一條 跑步的路線 讓各位跑者可以體驗 用跑步的感覺去觀看這個城市 這可能跟你平常這樣子 在車上或者騎腳踏車的感覺 又不太一樣的 整座城市都是運動場 教練和配速員們的專業指導 不僅是街頭跑步的禮儀 正帶領大家享受路跑 就算是熟悉的街道 也能看到新的風貌 歡迎老師 台北採訪報道